HELLO 大家好 我是詹姆士 好 詹姆士這次買了三個LED的砍燈 那我都是買15公分的 因為沒有看過視頻 所以我就挑三個品牌 來一一開箱看一下 然後最後再決定要集中在哪一個品牌比較多一點 好 那我們先來開箱這個Panasonic的 那之後還有東亞的跟異光的都是15公分的砍燈 那有興趣可以再收看下兩部的影片 好 來看看Panasonic 這個是12瓦15公分的砍燈 好 那我都是買比較接近日光的 一般陽光的 陽光色 大概4000到5000K這樣左右 好 那這邊是冷白 因為如果3500K的話會 感覺會太黃 那你6500K又起來覺得太亮太白 太藍色這樣子 我們都是選擇大概4000到5000K這樣子 好 那這邊也是 顏色溫這邊 好 這個是110到240伏特都可以使用 好 9126米1瓦 顏色的時間是80 好 說明15000小時 好 那這邊是 麵包布 總是打算拿來給老家那邊換 時間可以 花光角度100度 好 媽媽打開看一下 我現在來囉 好 就是 不能鐵 看到這邊一個Panasonic的DOGO 現在這邊有塑膠的 這邊應該是用來散熱的時候 或一個高度差 看到裡面散熱孔 看起來它的散熱結構做得還不錯 這個是這樣 然後照著洞這樣塞進去 它就會撐住了 看一下這邊 型號是P734-69.91 6.91的字號 而電流呢 大概0.18到0.10 所以 沒有很多 功率是 功率因素呢 0.5 就是胸下環境 方案部分有些公司 這邊 LN 一般的我們會接火線 火線的地方 那本就是接中信線的地方 然後 雖然是塑膠的 但是質感還不錯 看一下它 說那個 快速接頭 跟天花板裡面的電線 對接的時候 快速接頭 然後還有一個 使用說明書 使用說明書 好那這個 這樣子覺得相當的不錯 很大的機率可能會選 可以送你 買東西跟他們回來 回來做 好那這回事 你將快速接頭接上去 我們來看一下 那樣子 先接上去 好 測試一下 現在 不要直接照鏡頭 它會 看不到螢幕 好 把燈打開囉 因為這個手機的 錄影的話 它會自動 調整它的亮度 還是這樣子 因為這樣 現場看的話 是非常的亮 因為你手機照的話 它 會把 方圈 趕快調小一點 所以看起來 可以那麼亮 我們先把它關掉 好 那這個就是這一個 Kanasonic LED開燈的開箱 好那如果對旁邊的 異觀或是 動員還有興趣 也可以再看 直播兩部影片 好那我們今天 看一下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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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